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贏 我是運達徐瑞 今天很厲害 創新高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最後大盤是漲多少 217點 收在15618 又占上15600 非常強勢 還記得昨天前天 大家不是還悶得要死嗎 前天不是外資大賣嗎 結果呢 我那時候是不是跟大家講 我說只要外資沒有出現 連續 賣超百億元以上 結果昨天賣多少 昨天只賣三十幾億 對不對 沒有連續賣超過百億 這個盤就還在這樣 原本的格局 什麼格局 上漲的格局 對不對 現在是什麼 我說現在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什麼 叫類股輪動 我中間這樣一路過來一直跟大家講 我說現在只要有類股在輪動 這個盤就還沒結束 今天果然繼續漲 而且今天大家突然間 我說昨天喔 我說昨天之前 還記得嗎 昨天之前 大家是不是還在看 AI人工智慧 對不對 是不是新聞在提 可是怎樣 還沒有反應到檯面上 結果今天咧 結果今天咧 哇 大家都在講 我說對啦 我說對啦 跡象出來了嘛 所以大家就開始 care 沒錯 可是大家留意 這一些目前台面上所講到的 這一些AI股 真的有很大的關係嗎 你去思考一下 還是只是個題材而已 好 我們先回來看 先來看大盤 我說昨天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鮑爾出來講話 結果呢 感覺跟上次差不多 問題是 他講完以後怎樣 美國漲耶 重點是費半還漲3%很多啊 NASDA漲了快2% 我說很厲害 對不對 問題是你看喔 今天的頭條是這個耶 圓月出口大衰退 少了多少 21%啊 13年最大減幅 看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頭暈了 然後又有人來問老師 老師怎麼 這樣子還會漲嗎 結果還是一直漲 盤為什麼漲 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為什麼 因為外資買嘛 對不對講了半天了 還看不懂 是不是 外資今天買了多少 141億耶 前兩天 這一天賣125 我說再看一下 結果只賣32還沒事 今天馬上買超之後就創新高了 是不是把前提都已經先跟大家來交代 你就應該要多留意知道狀況啊 對不對 然後呢 今天你看 一下子 中美AI聊天機器人開打了 因為OpenAI的ChatGPT 已經先行了嘛 對不對 他說他的用戶幾個月就超過1億了 對啊 我也上去玩過啦 還不錯啊 還蠻好玩的啊 對不對 跟他講一個什麼東西 他就跳出來給你 好 比你去做一般的Google搜尋 強多啦 我只能這麼講 好 因為他會幫你寫文章嘛 好 可是重點 重點 重點 這跟產業有什麼關係 你大家要思考 跟產業有什麼關係 你說網路本來就在發展 高速運算本來就在發展 不是嗎 他會因為一個OpenAI之後 怎樣 就大家就 哇大家都在弄 是本來就在做的事啊 好 大家搞清楚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知道說 籌碼滅 現在外資又回來買了 其實他只是那一天 有一天賣120多 比較多一點而已 其實並沒有轉向 說實話 那現在是什麼格局 我說 自從 自從 哎 記得嗎 這個時候是選前起漲 我 那時候已經跟大家交代過了 12月賣超900億也跟你講 到什麼 季線支撐嘛 然後一直到什麼時候確定要漲 這個時候 跳起來這個時候 剛開始 這一天 一天 長紅直接告訴你 要漲 這一天 跳起來 直接告訴你 什麼 也是要漲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一個轉向的跡象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老師是不是一直在節目裡跟大家說 欸 股票還是要留意啊 現在還不到 轉弱的時候 還沒 所以你還是要做多 對不對 那要做多什麼 我說 我們現在看大盤 每一天 我說 肋骨輪動的格局 對不對 是不是 每一天都可能不太一樣 好我記得 像這一趟 這一趟走過來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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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不是有工業電腦 對不對 IC設計 車用電子 你看現在的 檯面上的 組 這些族群是不是輪流漲 這是之前的 對不對 是不是每一天都有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 你是不是會看到說 欸 之前還光光出來參與咖 對不對 拿到上禮拜 生機醫療來了 有沒有 對不對 我說 你是不是看得到這些 哇好強啊 問題是 你有買到嗎 我們也都有買 老師在之前的節目裡也跟大家講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這個狀況 我直接跟大家講 這是個好現象 欸 什麼意思 當然今天漲最多 半導體 台積電 你說台積電 聯發科 聯電 日月光 這些不漲盤怎麼漲 這些一定漲 所以大盤的大漲 來看一下 台積電漲 3.25% 另外呢 聯發科 3.76% 聯電呢 2.74% 再來 日月光 2.418% 我說 你看 他們之前 是不是沒有動 可是其他股票是不是在漲 有沒有看到 然後當他們在動 的時候 還是有 就是大家會輪流 這個叫輪漲格局 輪漲格局 我昨天一直跟大家提醒 我說 昨天啊 明明就還不強 昨天是不是只漲七八點 八點的一把 可是我直接了當跟你講說 欸 還是有族群出來 對不對 是不是有工業電腦出來 是不是有生技醫療出來 然後最後呢 我還跟大家講說 欸 還有一個東西喔 還有一個東西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跑出來了 對不對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哇 這個 這個跑出來 什麼意思 雲端運算 有沒有 我說昨天就這三個啊 就三個族群 撐住了大盤 對不對 生技醫療 雲端運算 還有工業電腦 昨天是不是這樣 今天呢 今天 也有 什麼 今天比較多的是什麼 大家都沒留言 因為盤中新聞都在報這個 是不是雲端運算 這是今天的喔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一個 IC設計 跟他說 這個 因為都要用到什麼 晶片 啊 重點就是晶片 要高速運算的晶片 對 所以 所以 IC設計是不是一直都沒缺席 然後呢 不要小看電動車也很多 電動車 有沒有 6%以上的 漲停板的 這麼多 這個就叫主流 當然啦 我們的 生機醫療 也還在 生機醫療 欸 也是有啊 只是你看 檔數變少 為什麼 因為錢跑去別的地方啦 欸 我們的劍橋也還在啊 看到沒有 所以你會看得到什麼 你就要留意說 欸 現在還有 什麼可以留意的 什麼可以再投入的 那老師是之前 早就已經把後面 欸 這檔股票 後面的故事 後面還有什麼 欸 可以拿出來 可以發展的 可以創造營收的部分 他之後會再提啊 對不對 像我們之前講劍橋 講到現在 也還在手上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有題材 為什麼 來注意看 他的營收 一路創新高 一月還創歷史次高 上個月 十二月是哪 最高 為什麼會那麼好 你看 他說一月營收 一月出貨只有十六天欸 十六天居然是歷史次高 補滿了 不就又創新高了嗎 對不對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 二月期 在中國首批檢驗後 要怎樣 開始生產 以後數個月的營收 要持續強勁成長 我說這就是 為什麼要做他的理由 再加上現在走勢也是對的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標例可以留意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下回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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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身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回来我们旗鼓双银 刚讲到剑桥 还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说一档股票你要去投资它 总要有个理由吧 我听到最常听到的理由是怎样 朋友告诉他 朋友当然啊朋友不会害你嘛 那老师没事也不会害你啊对不对 老师在这边要干嘛 老师在这边就是要告诉你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很多人说老师那买了怎么还不动 我说没有股票买了不一定会马上动 像我们如果算运气好一点 来我们这一档好了 我们这一档细创算运气好 为什么 当然我们已经研究过它的基本面 它的IC设计嘛 它做面板驱动IC嘛 那时候的重点在哪里 第一个 因为它的库存 那时候大家都在去库存嘛 库存去化顺利 前三季EPS27 27要记得本益比多低 因为还没加第四季 哇加第四季不是都三十几块了吗 对不对 好前三季EPS27 那时候的价格才184 我说这个是它的基本面的原因 对不对 好基本面对了 那我们要看什么 筹码 看走势对不对 来看一下 来之前这个走势 之前这里有个创新高 哦长黑K 有没有看到 之后就拉回就不过了 对不对一路跌 重点来咯 它在创波段低点到168 对不对 这边刚好有一个下降趋势 好下降趋势 它到这一天的时候 这一天黑K的时候已经过了 隔天开低直接又拉过高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迹象就是这个买点 所以我们才进场 所以你会看得到 说你买一档股票要 最好是有一个客观的条件跟理由 老师不会说我每一档都赚 虽然最近都赚 对 可是呢 并不一定每一档都会这么顺利 老师也是想尽办法 我们希望我们顺利一点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进场 然后呢 它在那边正 它是不是买了之后就开始涨 然后几乎基本上就没有 几乎没有跌到 就跌到我们成本区又上去 有没有看到 那时候一下子涨了十几% 那现在呢 到今天来今天 今天2月8号 今天又创新高到226最高 收盘222.5 收盘 我们184到226涨了21% 对不对 所以说 OK 这个实际对 可是如果说像我之前跟大家介绍 剑桥的时候 剑桥 它没有马上涨 可是它那时候一路跌嘛 对不对 那时候一路跌 来看一下 那时候跟大家说明说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你要注意的是 它的基本面怎么样 对不对 你看 我说那时候跌下来了 跌下来了 那时候不管是涨还是跌 我一样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它基本面没变 然后这边成交量出来 这是筹码 然后跌到哪里 刚好跌到季线 是不是在月线跟季线这边晃 2月7号 到今天 2月8号 看到没有 今天几乎收最高 最高在4755 收盘474 它已经从哪里 从42块多 涨到474 已经涨掉5块钱 如果说你有一直看老师 在这边跟你介绍他的一个状况的话 你会 你这一段应该有赚到 对不对 你应该有赚到 有没有 所以说你要看这一档股票 OK 不是说我看了掌停板了 赶快去追 不是 是你要先知道它的基本面 如何 然后走势对不对 之前筹码怎么样 再来说 OK 那像今天好了 今天老师 OK 不会跟你介绍IC设计 不会跟你介绍什么别的 我会跟你介绍一个很特殊的公司 怎么一个特殊法 它算是一个产业趋势 看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像手机一样 可是看到这个你就觉得 好像似曾相似 为什么 你去像是刷卡机 有没有 是不是长得像这样 有没有 然后另外还有自动贩卖机 洗衣机 连充电桩 都跟它有关系 因为它就是一个所谓的 自助支付系统 这家公司 我说这个很有 算是很有前景 应该这么说 像一般来讲 现在充电桩 也要收钱 你充电要不要给钱 要 而且都是自助的 你自己去插 然后给钱 那这个系统 就很重要 尤其是现在 大家留意 充电桩 我说之前 我在跟大家说明说 电动车要发展 对不对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充电桩 一定要盖的够多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什么 车价够便宜 现在这两个都正在发展中 可是讲到充电桩 你说充电桩要盖没有错 可是它也要有个支付的装置 它就是做这个的 来 它就是做这个的 充电桩 支付装置 那你说充电桩一直装 那支付装置 要不要一直装 当然也要 你这么想就知道了 而且这充电桩 还不管是哪一家的 没有差 对它来讲没差 所以说它变成说 很有机会 再来一波 营收大爆发 来看一下 这家公司就是这个 红宝科技 主要做什么 就是读卡及晶片卡 然后呢 产品技术支付系统 看到没有 领先全球 这是重点 自助加油站 充电桩 无人自动贩卖机等 连医疗设备都有 我说这包山包海 很厉害 然后重点在哪里 你看 红色的是去年 蓝色 不是红色是前年 2021 蓝色的是去年 哇整个大成长 那本来三个市场 亚洲最大 对不对 结果现在变什么 每周最大 而且成长趴数多一倍 我说这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说疫情也不是去年才有啊 都已经三年前的事 这很大问题 当然是因为很多 自助支付的一个状况出现 包含充电桩 今天早上 拜登不是又讲了 我们要多装什么 50万支充电桩 那就是他的市场 你要特别留意啊 对啊 因为他就是 重点就在无人支付系统 有没有 然后呢 新契机就是充电桩 看到没有 然后重点在哪里 重点他的营收 因为他这个是季报的部分 2022年的1到9月 营收已经比2021年同期增加了多少 69% 它是一个爆炸性成长的公司 而且重点来 营收还创新高 哦 无人自助自负的趋势 这个已经成型了 大家都要用 所以才要跟大家做说明 你就知道说这家公司在干嘛 你就知道说他是不是在趋势的前端 像同样的状态 老师之前 老师刚介绍好了 介绍建桥好了 建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他2月份 开始 怎样在中国 开始发售他的埃克台 那就是那个爆炸性成长的契机 那这个红宝呢 一样 充电桩一直装 那他的产品要不要一直装 一样要 对不对 重点来了 前三季 去年前三季 EPS5.77 2022年 10块左右 整年差不多10块 所以你有没有机会 有 看一下走势 这个时候突破 从高拉回 你就看什么时候可以买吧 我这是推进一档 有机会爆炸性成长的标的 这家企业给大家做参考 可是什么时候会赚钱呢 什么时候是买点呢 这个就要看功力啦 对不对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这一档买点在哪里 欢迎扫描QR Code 来电咨询 老师给你做参考 今天节目到这位置 希望对你有帮助 祝大家操作顺利 下轻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